35 明報 主篇推介歐元區審方案 希臘甘定虛留消息 得比五年期脫歐計劃 2015年7月12日國際A20 希臘能否留守歐元區 勢在今日揭中 歐元區裁長昨日開會 商討齊普拉斯政府提交的罪申求援方案 如果通過 希臘就有望留歐 否則歐元區峰會今日接力談判 約最終否決方案 歐盟緊急峰會將商討把希臘族出歐元區示 而希臘總理齊普拉斯的新方案令人意外地作出大幅讓步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歐盟和IMF對方案反應正言 維恩柏林態度仍然強硬 通過機會仍只是一般般 奧地利財長則稱有六成機會通過 發生社則引述歐盟消息人士稱 德國內部以草意料一份讓希臘暫時 退出歐元區五年的方案 如果希臘提交的改革報告不改善 德國就會提出希臘暫時脫歐方案 歐盟領袖齊集一否決即談脫歐希臘 政府上週四死線前借趕及向債權人 三句投提交全新改革換換助新方案 其內容與公投反對的債權人提出方案出入不大 希臘國會前日投票決定是否接受該方案 儘管部分執政激進左翼聯盟成員不滿讓步過多而抵制 但最終在反對派支持下大比數通過 然指代歐洲債權人拍板 見令稿 歐元區裁長會議於香港時間昨晚9時開始 討論新方案是否可接受 歐元區政府領袖今日將再舉行峰會 最後確認是否通過 歐盟內其他非歐元區領袖亦以獲邀導布魯塞爾 以便一旦否決方案 即可召開歐盟緊急峰會 商討希臘脫歐事宜 華爾街日報 欺須740億歐元援助 華爾街日報引述歐洲官員消息指出 欺力將須740億歐元 約6400億港元的新援助 當中或包括IMF提供的160億歐元 其餘部分資金會從債券市場籌集 有銀行高層坦然即使方案通過 業界都需要100億至140億的緊急周轉資金 路透社昨日引述歐盟官員稱 歐盟委員會、歐洋行和 三巨頭已就方案作首次聯合評估 在特定條件下 他們共同將提案視為商討 歐洲金融穩定機制 歐洲防火牆基金之一 援款計劃的基礎 又指評估結果已在前晚送到 歐元區主席大齒海爾布魯姆手上 另一消息人士亦確認歐盟和 IMF對其態度證言 法新社亦引述歐盟消息 指債權人對方案抽暴評估反應證言 但認為在德國堅持反對向雅典通過任何債務舒緩措施下 通過機會只有一半半 法國經濟部長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接受德國傳媒表示 債權人必須減免希臘部分債務 目前撥光的希臘改革承諾文件中未見提到債務舒緩 但路透社指雅典確有要求債務重新安排 外界相信債務舒緩將會是歐元區財長會議 以致峰會的談判焦點之一 德國財長索爾布拉承認雅典有批債需要 但堅持受歐盟條約限制 債務重組和債務重新安排的空間非常少 消息稱索爾布拉作在財長會議並沒提出希臘脫歐方案 德國圖片報作指出 索爾布拉認為雅典方案不足夠 拒絕進一步談判 綜合報導 每日重點歐元區財長作開會商討希臘提交的求援方案 歐元區峰會今日召開 若否決希臘方案 將開歐盟緊急峰會 商討希臘脫歐事宜債權人稱希臘提交的改革方案是談判基礎 但可能未達財政營餘目標法國經濟部長馬克龍表示 債權人必須減免希臘部分債務德國財長索爾布拉說 不能只講個信字 歐元區主席大赤海爾布勞姆質問 希臘能信得過嗎? 然後在路邊開發一下 有利 m倦質問 是在路面開發 完成後 與樹木重造車的 喇bell弟們下降 某種類的海外 喇恐 喇